像那個 今天 前導也 親戚跟我要了一個人來 你跟我聊一下 然後他說 我希望跟你碰一遍 跟你聊一下 然後在那個 其實我 因為 我本來就拍戲 其實除非有很 很不喜歡的 劇本 或某一種原因 如果在正常的底下 比如說各方面的條件 都沒有理由不拍的 不過我也推了很多 真的推了很多次 尤其我 山地都有了 前十年 之前的 差不多七百二十九年 都跑來跑去 大部分在大陸幹活 所以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演的一堆 那種瘋狂 我叫他賴戲 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我一輩子的 歧路 我覺得很 六七年以前我已經發誓 我再不演喜劇 你再找我 你給多少錢我都不演 反而反派我也 不 我覺得我本身也是導演 我在大陸忙的是忙導演 然後最後一部 剛剛導演說的那個老力 是一部很台灣美上 很變態的電影 我 我很喜歡 那那個 我也想不到那個導演會拍成這樣 不過 拍得很好 所以我反而喜歡 我演一個整個在大爛的人 我都 都願意演 我真的不再演那種 喜劇可以 我那種根本不叫喜劇 我落劇落到離譜 所謂搞笑 我一聽到這兩個事就 討厭 那就是這一兩年香港有蠻多 很好的新的導演出來 新的片子出來 那董大哥有沒有 沒有了 香港最後有一部 找我 我都忘了是叫什麼 那個時候 剛剛疫情開始 我都已經 我都為了這個疫情 我說 還到人香港拍 我就算了 再說 然後就 一直沒有 所以董大哥休息多少 一會一起 哇 超過 這一部到上一部大概 我最後一部 在上海拍 五年了 五年了 回來 休息 就剛好去香港找我這一部 看 就 我們現在 三年多了吧 疫情已經開始 董哥你說你在台灣定居大概幾年 三 三 三十 三十 三幾年 定居三幾年 沒有定居以前 沒有定居以前 就更 這個 所以 林居看到你會問你說 欸你是那個 便利你的名字嗎 那當然有 不過還很多還 還記得 不過 他們有很多都知道我 我的名字 他們會不會看到你就講那個台詞 你就覺得 不要鬧 不是 不是 那個臨居那個 不會讓他們不好意思 在臉書上面 你碰到我就 香香鈴巴拉 他怎麼聽到這一句 終於聽到 又不敢叫你講 我 就 我叫他人家不要想 大哥好玩 其實這句話是罵人的 對 不 香港那種 我不是說 今天在我們國內 不一樣 我在香港也一樣 那個王青 這個王花旦 他拍的很多人很長 他拍是拍的太離譜了 但 我又不曉得 為什麼在香港那麼多觀眾 吃飯看 所以如果以後是那種 劇本很好 然後也很合理的喜劇的話 陳大哥是願意拍的 喜劇 我不看去 我就是那一種 鬧劇 那種鬧劇 鬧到根本 這不是人的喜劇 其實我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成功 我很想演一部 主要的一個大反派 一個壞到不得了的人 在我走之前 最好演一部 哎呀不要講了 不要講了 這樣 哈哈哈哈 我本來就在台灣 哇 最近當然沒出去了 怎麼出去了 要出去 我現在 除了開工 除了拍戲 我也不會 也不想出去 所以我們 本省 我也很多地方沒去玩過 我去休息一下 都好 而且我很多朋友 我到處都有朋友 台東 台中 台東 金門 很多地方都有好朋友 金門都有 對 所以你平常可能 就是會在家裡 附近的公園 散散步 沒有 我很少散步 醫生就 我沒有這個耐性 我這個人很 很 老玩童 我到現在還是在電腦裡面 很多工作 做圖片 有時候 也弄 所以我還是 想弄一個劇本 在這走之前 再倒一部 不好意思 然後另外 有一個 我以前 我一直是運動 我一直是運動家了 所以 練書的時候 就一直打籃球 打球 最後打網球 後來老了 網球打不動 我是 現在是打教球 我是打一個 英式那個 很大的那個 書課 每個禮拜 打兩次 我很耗動的 也許因為這次機會 就會有很多邀約 而且像現在奧斯卡 都在拍花人 我應該也會想到 這個是 沒想到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董大哥 如果你自己之後 拍電影 你有想過 找哪些台灣的 你也是 比較想要喝 我現在 講得太早了吧 我當然 我主要當然是台灣人 我第一部導演 我 導演的 處理作 在香港拍的 我全部演員都是台灣的 那個年代 都是 柯鏡熊 徐峰 什麼 午下棋 葛小寶 一堆 都是台灣的 而且我的 我的配名叫 香港無言笑 我的演員全部是台灣的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你們用餐了 謝謝 你們看到的可能只是局部 因為現在看到靜態的 我那走廊還有一些機關 對 我們這次 因為大會的場景 都是在同一棟樓裡面 那你也知道台灣的關係 要考慮鄰居啊 住戶啊 幹嘛 後來紀元巧頭 發現這邊有一個 廢棄十年的攝影棚 然後也是演藝圈前輩的 那我就跟他商量 租給我吧 那我在裡面 大概搭了一個多月 這個集中心 其實很多細節 都跟那個 我們另外一棟樓 都一模一樣的複刻 那也包含恐怖的角落也是一樣 那另外除了這個場景 我們也把台北市市林警察分局 他現在廢棄 也租了下來 也另外搭了一棟樓 所以 應該會拍得比較過癮一點 那場景大家剛剛看了 就是我們到現在還在做一些調整 對 那當你剛剛拿到說這個攝影棚 已經荒廢十年了 所以進來前沒有特別驅逐一些 有各種方法都試過了 你想得到跟想不到的 我們都用過 畢竟我們在拍這個片 我也嚴格希望我們的工作同仁 不要提到那個字 也不要講好朋友 奇幻界的鄰居 好不好 因為我拍過太多這種驚悚片 那雖然我不太信 但是我覺得還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發生 對 那導演有遇到什麼 在搭檔的時候 就有遇到什麼障礙了嗎 對 很多昆蟲 畢竟他荒廢死了 很多精彩的昆蟲 爬蟲 對 我本來想把它留下來 因為現在當我要去 添購這些昆蟲的時候 很難買到 因為我覺得那個走廊呢 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還是希望多一點 蜘蛛、蟑螂、蚁、蝙蜜 跟狼牙 我一打開的時候它非常多 這兩天都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因為我用了大量的驅床藥的關係 對 就讓它生活化一點 想問一下影星 第一次挑戰這種恐怖片 就是自己有被怕嗎 因為你有性感 然後來拍這個場地 有沒有任何的 任何的不適 或者是有拍拍前有一些 特別的反應這樣子 嗯 我不喜歡看恐怖片啊 我更不喜歡看奇幻界的片 我很怕被驚嚇 我盡量都保持自己不會被什麼 太大、太強烈的情緒干擾 特別是看電影的時候也不會想要被嚇 可是我知道那是很多人的娛樂 然後我也知道那個人會很爽 可是我自己就是在選片的時候比較怕 那我在準備這個劇本的 嗯 就是比較緊鋒一點啊 因為 畢竟第一次拍這樣的戲 所以心裡心裡壓力還是蠻大的 那就是因為剛有說很怕 那當初看劇本的時候是什麼 什麼部分戲你覺得想要借給你 我覺得劇本我讀完第一次就 我就有點吃驚 因為我也是看過一些 驚悚片或恐怖片的劇本 嗯 嗯 應該說前導來找我 第一次跟我說 他寄了一個劇本給我 然後希望我找時間可以看 那我跟他知道 就我知道類型之後 我就大概放在我的信箱裡面很久 都沒有看 後來 所以 每幾周導演就會問我一下說 欸你看了嗎?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我就好不容易提起勇氣 所以一看完之後我就整個被完全被吸引 我立刻就請基劍問導演說 那現在這個電影要怎麼進行 因為他真的寫得很精彩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這麼豐富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角色都很 很生動 就是在那一棟大樓裡面 各個角落都會發生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後慢慢的把這個故事堆疊到高潮 最後會有意想不到的一個結局這樣 我覺得劇本寫得很好 那小潮呢? 這一次陽光大滿海要住進這個恐怖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是感覺茅茅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整個劇本的設定 這棟大樓 其實我覺得就跟生活很像 對 就是你 其實你在路邊走過的那些大樓 其實都跟 劇本裡面所呈現出來的那種樣子 有年代感的 那種氛圍其實都蠻像的 像是 平常你在 你在生活上 你去一些比較老舊的公寓裡面 其實都是有那個氛圍的 所以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是不會到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害怕的地方是 其實都是住在裡面的人 因為 有些大樓裡面 你住的什麼樣的人 其實你不知道 他們的家庭背景是什麼樣子 成員有哪些 所以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是在那個門後面 裡面住的是什麼樣子 那你是不是跟那個 李琴姐的 就是你們的角色關係 其實應該算是 一個溫暖 存在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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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協助的感覺 對 然後有比較多的關係 對 因為裡面還有一個小朋友女兒 對 就是會特別照顧 整棟樓看起來 每個人都怪怪的 只有我們兩個都比較正常 對 所以你算是鬼屋CP嗎 可以 可以講 有粉 粉紅色 微粉紅色 微微的 微 不好意思 微粉紅的意思是 有感情線 沒有確診 導演確診 沒有確診 微粉紅 微粉紅的意思是 有感情線 還是 感情線 應該 導演的還是 因為 有點曖昧了 但是恐怖片 他就 往往會出不意料之外 那這一點素 現在還不能夠聚託回合 但是絕對 跟原本你想像的不一樣 對 那就是這次 大家跟 演藝界這麼資深的風吹團 大哥合作的心情 還有大哥 遇到這幾位 年輕小輩們的心情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我很喜歡 很喜歡跟沒有合作過的人合作 尤其我最喜歡 新的年輕人 我發生每一部 跟年輕人拍完以後 我大部分都會覺得 欸 這個人很不錯 欸 果然 幾個月以後 他就 空起來 你也是演藝圈佛龍王 想問一下 如果 因為之前有說 要專心唸書的部分 所以現在是 就副除拍攝了嗎 其實我之前 拍完品杯箱之後 已經休息了 所以就想說 呃 就是學業上面 也 有改變了 然後就想說 想要 出來 拍戲 這樣子 你有自己跟爸爸說 我想要拍嗎 但是說 剛好又邀約 這樣子 啊 這拍戲是你有主動 跟爸爸吵過 欸 想要回來拍戲嗎 呃 其實我沒有那麼積極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找他的時候 他爸爸本來說 他暫時不接些了 不然是因為 我說可不可以先看一下劇的演出 這個角色真的 跟原本結實的角色不太一樣 那 其實每個演員接到我的劇本之間 都半信半疑的 我想說錢很好的 我這個劇本 看完之後 我都很感動 每個人都願意來演出 也多少 對我改觀 這一次我真的蠻認真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 不是 導演沒有藉口 之前發生很多事情 我也沒有辦法在台語音上解釋 那這一次我們會很努力去克服這些事情 對 導演想問一下 剛才在那個 演員名單上 有看到一個 一個演員叫白禮 對 那他是 會跟我們 借白禮 有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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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會再跟大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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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何超儀也是 也是 何超儀跟我是合作過的演員 那這次 也正在協調當中 也是有很大的機會 對 因為既然要拍電影 我就想說 找一些比較特別的人 包括風大哥啊 包括鄭南哥 還有 晚廷 因為晚廷跟新亞其實有事 我想特別提一下 其實安新亞是一個蠻 讓我們訝異 他很敬業 他只有兩場戲 一句台詞都沒有 要畫四個狀 然後他還陪我們從頭到尾走本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 對我想特別提一下 當初為什麼會找馮大哥 就覺得說這個角色哪裡適合馮大哥 我這個人寫劇本的時候 有個習慣先設定大概的形象感覺 那時候我寫管理員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心目中就浮現 因為我之前看過馮大哥很多電影 但是我看過一部 之前也是拍我朋友拍的一部電影 在香港 叫老力 那 我覺得那個形象很棒 所以我也一直 透過各種各樣的方法 來聯繫馮大哥 後來聯繫上了之後 終於有機會跟他聊了一下 然後也請馮大哥看完劇本 其實我很高興 很高興有這麼多好的演員來演 而且 其實很多恐怖電影 不會用到這麼多演員 但是我覺得一棟大腦裡面 左離右舍 都應該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的casting應該太沒有搞瘋了 對對對 我們連一個管區 連一個鄰居 都有意想不到的角色 我們還有很多角色沒有副光 還是要問一下小巢 就是前陣子前幾天放閃沒有手軟 然後吸引大家的按讚關注這樣 現在就對於練琴就是保持非常開放的看法 就是正常的在在看另外 嗯 對啊 就是這樣 那比如說像拍片 會不會跟王靖有一些意見交換 比如說你拍這一部 嗯 你有跟他聊嗎 他會給你一些什麼想要 嗯 其實 會有一些交流 對然後 給一些意見怎麼樣 去看討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互動 對我來講 你是屬於會聽意見的人 對 我其實耳根子很軟 很軟 對 我耳根子很軟 我的個性 對 但是骨子裡還是會有一點點固執 嗯 了解 如果有適合的角色的話 就是 會排斥同台合作嗎 就是有電影 或是 好 嗯 這部分 怎麼說 我覺得還是看角色 劇本 如果合適的話 當然 可能不排除 因為之前網友就是有 統計出來 就是王靖幾部破印的片 都是滾片 然後 這次也接了滾片 所以 我要跟他PK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一起 努力出來的節目 麻煩他多來看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剛剛說這邊很多場景 很好拍 你知道嗎 哈哈哈 美術真的超級厲害 因為導演 其實在琴之作業 有跟我分享一些 他去看景的一些照片 哇 我覺得這一次的美術真的很強 嗯 對你光看照片 其實那個畫面感 就非常厲害 對 有比藍衫厲害 很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緊緊 對 我們時間差不多 所以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幫你吃 好 那我來問就幾號 其實影星 也演過王靖的媽媽嘛 那現在看到小小就在旁邊 欸覺得兩個人配不配 哎呀你好厲害 哈哈哈 感覺怎麼樣 兩個人配不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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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王靖沒有一起 同場演出過耶 只是在同一部戲裡面 出現 然後 我剛剛默默的就亂 在腦中合成他們兩個合照 對對對 覺得你們兩個的臉型很搭配 謝謝 哈哈哈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